那你等一下 我交给你一个宝典 这个帮我 好 帮我拿 快 终于你是准备不记了是不是 不是 我是给你看一看 看一看 不会让我背下来吧 不是 就是我每天这样的记 其实他这个记录是 从他出生的第一天就记录了 就是他一天的生活的 一个是饮食 一个是睡眠 那时候可能更多一点 包括他的整个什么小便儿喝奶 现在就是可能记录的东西会越来越少 项目会越来越少 你负责他的饮食的话 我希望前妻你也可以这样记下来 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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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是半岁前的 夜奶吃的不多 奶瓶只喝六十五 自己不吃了 轻味左边几乎没吃 今天吃奶比前几天好 你看以前还要记他睡觉 你看那时候提着 今天九点四 明天九点四一五 为什么你会这么细致呢 我觉得就是我在养育他的时候 我可以知道他的每天的变化 因为你肯定记不住很多事情 让他第一次生病 我没印象 我没印象吗 没印象吗 我没有印象 他第一次发烧 然后他烧到三十九度多 那天第二天我要走 晚上我就没有睡觉 一直给他物理降温 一直给他物理降温 然后每隔半个小时 然后基本上没睡就去那个了 后来我一直给你打电话 他好了没有 我当时都说 我想回来 我心里好担心他 因为那时候没有经历过 所以就很害怕 对 所以老二来了 就不会那么 那么慌张 对不对 刘轩 你真的是一个好妈妈 真的是好妈妈 就是这些 就在十五岁之前 十八岁之前看这些 绝对没有感受 但到了我这一年一看 他妈妈曾经 给他记录这些 他一定会当个好爸爸的 搅拌 闪 Bueno 我 那 我 我 我们 那